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检查这两个论证的时候 其实说这两个论证的前提到底有没有对 那如果你觉得我想不出理由去反驳这两个论证的前提 或者我想不出理由去否定这两个当中的其中一个前提 那当然它的argument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对吧 因为你接受这两个当然就必然接受这个 它的推论有效性是无用之宜的 因为它两个都是有效论证 就一个MP一个MT 这个都是对的 那从Dekard来看这个论证 他待会说他说你怎么能说你只要有一双手呢 因为假设你是童童大脑 你所有你有一双手的一些经验一模一样 所以你得不到这样的一个 得不到这样的一个前提的 得不到 那其中的一个argument就是 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感官惊觉 我认为了 他把所有的感官来自感官证据 都已经把它挂好里面去了 就变成他的怀疑对象 所以你就无法用感官知觉来支持你有一双手 可是你有一双手 这个知识是观念观察系的知识 你不投我感官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Dekard就站在永烈的位置上 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 所以这种反驳并不能够说服Dekard 所以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这样 另外一种说法我稍微带一下而已 因为如果要讲那个的话是比较有趣的 就是说那个说法比较复杂 那个说法是说 我可以知道我不是统中大脑 我可以 因为假设我是统中大脑的话 会有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结果 就是说 那个结识家是叫Penum 是一个哈佛大学结识家 退休了已经 但是还没死 一个相当有名的结识家 那他其中有一个argument是说 如果我是统中大脑 我不能说我是统中大脑 如果我是的话 我就不能说 我是 如果我是统中大脑 我就给不出一个论证 所以如果华语主义说 你自己是一个统中大脑的话 假设你是 你就不可能给出样的一个论证 说你是统中大脑 或者你不能给出样的论证 说你自己是统中大脑 他为什么呢 他的论证比较曲折 就是说统中大脑 跟我们的正常人 比如说假设有另外一块统中大脑 这是我的那个复制的版本 他的经验跟我一模一样 所以我今天在讲话 他在脑袋里面呢 他有这个经验 也讲那个话 可是统中大脑的话 跟我们的话的意义 是发音一样而已 其实感觉上你那个 说话的那个语法 他也在省黑板 这跟我们一样 但他的意义不可能跟我们一样 那为什么 因为统中大脑所处的环境 跟我们真实的环境 是很不一样的 他不过有个假定 有个理论是说 说话的意义是什么样 有一部分是要受 那个说话者的环境所决定 这个argument比较复杂 我只是稍微带一下而已 因为要说这个情形的话 他就有一个论证 就假定我有一个复制的 有另外一个地方 在很远的地方 假定有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是跟地球一模一样的 而且很奇怪 所谓一模一样的意思是说 地球里面有101 他也有101 地球里面有帝国大厦 他也有一个帝国大厦 帝国里面清华大学 他也有清华大学 这里有 世界里面有诸位 在那个世界里面 也有个诸位的counterpot 所以你现在想的东西 跟他一模一样 那我现在在讲话 他也在讲话 他讲话跟我隐瞒 我说这是一杯水 他还跟我说这是一杯水 可是我们所说的水 跟他们所说的水是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物理环境 跟我们 他们水的成分跟我们不太一样 就是他跟我们很像 但是有一点差别 就是说 他们的水的分子结构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的表面看起来的性质是一样 也是透明 可以拿来喝 可以浇水等等等等的 所以我们样头对水的观念 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 但哪怕是这样 他说水的意思 跟我们说水的意思 还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 我们是不一样 所以他有一个很复杂的argument 去说 一个人的说话 他的语言的内容 语言的内容 或者语言的意义 是跟他说话者 所处的环境 是有关系的 哪怕两个对象 他们发的音一样 写的字一样 说的音一样 说的语句都一样 但是他两个人 如果所处的环境 是很不一样的话 那他们的意义 其实是不一样 因为一个人说话的意义 有部分的是 被他的那个 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 而他所谓所处的环境 还有更复杂的区分 一个是他所处的物理环境 一个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 就跟他所说话的那个团体 是什么一个团体 有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 不同的一个argument 是从语言哲学来论说 如果你是一个统统大脑 你说的话 不会跟我们 现在这种正常人说的话 是一样的 不会的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式 试图来证明 我们是可以知道 我不从语言大脑 那当然这个argument 是比较要想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是统统大脑 我不能说 我是统统大脑 可是这样不表示 我不统统大脑 为什么 不是 为什么 我是 就是说 他大概是说 如果你是统统大脑 你不能说你是 因为你说 我是统统大脑 你的话跟我们的话 其实不一样 就是脑的语言 统统脑的语言 跟我们正常人的语言 跟我们现实世界语言 是一样的 发音 但是一样的 哪怕他脑袋里面 想到 想到 想到我有一双手的概念 都一样的 但是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两个 所处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个蛮奇怪的啊 对 这个可以再讨论 是蛮奇怪的 你觉得它蛮奇怪 是因为 他会觉得 我们指什么东西 有一部分是 被外在细节所决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想 我们现在细节上 里面所喝的水 JUG2O 你现在想象 另外一个系列里面 它的水是XYZ 它是另外一种CHEMICAL 可是它表现出来是一样的 你口口喝它的水 还是甘甜的 你添汗的时候 拿到浇水 也可以 就是它所有的表面 跟所有的现象 跟我们都一样 它唯一的不一样 就是内在结构不一样而已 对老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 我们都只是大脑而已吗 如果我们都只是大脑的话 那这样我们有什么 环境不一样的问题吗 因为就是 好几个 就像派克人物一样 好几个人躺在那 然后我们进入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都不存在了 这是一个刺激的讯号 对 很像我们两个人在看电影 对 看我们的电影 所以我们都要在结架上 对 它对Arcumency有个问题的 就是说 你另一个问题 是类似于这样子的 就是说 好吧 你说它环境跟我们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现在 现在是昨天在变成统众大脑的 那我的语言还是一般人的语言 可是我现在所说的东西统众就错了 可以是这样 就是说你的设想是说 你把统众大脑的环境设想成 它外在世界也是有树的 它的外在世界也是有烟的 那个统众大脑 可是这个统众大脑没有一双手 它怎么有一双手的概念 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们讲的统众大脑是说 只有一个大脑 然后连接很多的统众 这一线 对对对 其实假定那个脑的环境 跟我们也是不一样 他假定这样 有环境的问题吗 有啊有啊有啊 就是一个脑袋放在那里 他为什么不能说自己是 一颗脑袋 对 他可以说自己是一个脑袋 但他说脑袋的 说脑袋的这个 这个脑袋的意思 跟我们说脑袋意思是不一样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 当然你可以说 他所指的脑袋这个话 就当他要用脑袋这个话 去指到一个脑袋的时候 他所指跟我们指的东西 是不会从一个东西 我我我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讲桌子好了 我说这个这个这个 我前面有一台桌子 就有一台桌子 那这个桌子就是 我就指这个桌子了 电脑如果我从桌上 我也说我前面有个桌子了 对他也他有话 他那话也许指到某些东西 指到什么东西我不管 也许指到它的电流 指到它那个状态等等的 不管 但他不会指到桌子 因为其实他现在没有桌子 假定他的细节上是没有桌子 by assumption 但是没有桌子 就是他受到讯到 自己产生一个桌子的影像 这个发音 或这个印象 这个image也可以 都可以 但是 他一定不许指到 我们所指的那个 真实系练的桌子 假设我们有个真实系练 对对 因为我们真的系练 对 假设我们这样系练 好吧 好好 对 你这样很危险 但是你被当掉 你说我没有 我可能从大 我其实没被当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就这个 要从这个 这个命题入手 不太容易 就从这个命题入手 但 有人还是试图从别的地方来说 这些 所以 但是这个体现了一点 就是说 一旦我把一个哲学的论证 摆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有探讨的空间了 这个是我们要学到的 就是说 我要去批评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先把他的说法 就整理出来 变成一个论证 整理出来 变成一个论证 就是他根据什么 说这个话 然后如果我们来检查 他根据说这个话 根本推不出来 那就是根本推论 是无效的 或者他这个前提 支持他结论是很弱的 那你就可以批评他 这个推论过程 已经有问题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 你觉得他的过程 还是蛮对的 就是过程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他有些前提是错的 我一直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我去evaluate 就当我把一个论说 把一个说法 把它整理成为一个argument 这种样子的时候 我们有个好处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这个人说这句话 是根据什么来说的 所以他是根据这样一句话 来说这句话的 那他所根据的话 这么能得出这句话吗 现在是第一点 那你可以从不同标准来看 你从逻辑的标准来看 或者从演义逻辑的标准来看 就是说 这个当然是对的啦 因为他能得出它 你也可以从归纳逻辑来看 就是给你这两个 这个大概就是 大概我们也觉得它是对 如果这些是真的话 不过 你可以怀疑他前提有真的 就是也许某个前提是假的 所以要么你就去衡量 他这个论证 是不是 推论是不是合理的 这个论证是不是有效的 是不是强的论证 能够支撑 前提支撑结论的论证 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前提有没有 有没有是假的 如果有怀疑为假的 那你也可以批评他 只要他有一个假的 那这个就不一定真的 这个就不一定真的 因为前提全真正保证这个为真 前提如果不真 就不能保证这个为真 而更何况 如果前提有假的话 那当然就是 就是你就可以真正有词的 批评他了 所以刚刚刚那个说法就是 因为这个论证无效 这个论证有效 所以大家不会批评这个论证的 推论的这个有效性 他就从这两个地方找手 所以第一个approach 第一个大的进入呢 就是说 也许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 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我们不知道 就像刚刚那个G Moore的想法 就Moore G Moore 就是Moore的想法就是说 他说我可以知道我有一双手 所以我就证明 怀疑主义是错了 那另外一个是 从这个地方入手 从这个地方入手 是说我如果知道批 我就知道我不是BIV了 他说这个那么清楚吗 你可不可以你知道批 可是你不知道你不是BIV 可不可以 那现在问题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有另外一派的人 或另外一个approach的人 就来质疑第一个前提 但你们自己想想看 你觉得这个可不可靠 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 如果我知道我有一双手 我就知道我不同同大脑 如果我真的知道我有一双手的话 我就知道我不同同大脑 这个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 就是从我知道有一双手 我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当然 如果我真的知道 我真的有一双手的话 我当然不会死定同同大脑 因为同大脑好像没有手的 对吧 所以好像这个推论没有问题 这个推论好像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那些解决者 怎么反对这个前提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这么说的 我好像上个礼拜有提过 可能有没有提过 我忘了 不过没有关系 他们是说 这个从哪里来的 这个第一个前提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这个前提是从这样一个标准 是从这样一个原则来的 如果我知道P 而且我知道我不是BIV 不是 而且我知道 而且我知道 从P呢 可以得到非BIV 则我就知道 什么呢 我就知道 我不是BIV 就是这个前提 是来自于这个前提的 来自于这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 这个前提是有个名字的 我们先不管 这个名字看起来有点复杂 我先把它这个样子 形式的架构 告诉大家 它这个样子是这样 假设我知道A 而且我知道A可以得到B 那么我就可以得到说 我知道B了 这样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我知道A 而且我从A个退到B哦 我从A个退到B 那我就知道B了 这样有没有道理 蛮有道理的对不对 就是我如果知道A 而且我能从A知道B 那你可以把这个 觉得说得更原则 说得更完满一点 就是说我知道A 而且呢 我知道A得到B 而且我因为从A得到B 所以我就相信B 所以我知道B了 你说得更复杂一点 这个原则看起来 合不合理 我们大众数学都这样做的 不是吗 就是你知道A 然后你导出这个 你得到B了 我问你B是对的吗 假设这样说好了 那你说我知道啊 因为我知道A A个退出B 所以我都得到B了 所以我都知道B了 所以这个原则好像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解决家说 这个知识不能这样传递过去 不能透过这个蕴含的关系 传递过去 这个就是说知识的一个穿透性呢 是不是all the way down 不是说一直到底的 什么意思 所以如果你知道A 你知道A蕴含B 你不一定会知道B的 不一定 为什么 我们来举个例子 谁反对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的一个例子 这个原则的一个例子 就是他嘛 我知道有一双手 而且我知道一双手 而且我知道 如果有一双手 我就不会是那个统统大脑 因为统统大脑没有手 所以我就知道我不是统统大脑 所以这个是 这个前提的人主张这个 从这里来的 为什么 因为中间这个没有人质疑的 如果我有一双手 我当然不可能知道 因为by assumption 照那个规定 我如果是那个统统大脑 我当然就没有手 所以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因此从这个 然后加上这个没有问题的前提 你就会退到这个 因为如果有这个原则 然后有这个 你就会得到这个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A and B 可以推出C 然后你有B的话 你就会得到 有A就有C了 这个论证结构是这样 就是我有A and这个得到这个 然后呢 我有中间这个B 那我就会得到A得到C 等于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论证是有效的 就是说 如果我有钱 又是帅哥 那我都会取到我的太太了 那我现在是说 我是帅哥 假设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有钱 那我就取到他了 对吧 所以这个推论没有问题 看来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推论没有问题 所以因此 这个论 这个argument 解决家说 这个之所以成立 是因为这个加这个得出来的 那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大家都同意 这个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个 所以这个是OK的 那所以 这一条如果是对的 那这一条都对了 因为这个大家都认为是对的 所以是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大家不质疑 大家这个是对 所以第一句话如果是对的话 那么我就会推出这个前提就对了 所以为了打击这个前提 他要说第一句话是错的 也就是说这个原则是错的 清不清楚这个理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有什么理由说这个是错的呢 休息一下 我们大概再讲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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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